男子单打的决赛 比一取胜 布德丹实军赛是张继科4比2 战胜完后 在近期的一些单打赛事的 马龙获得冠军 可能更大一些 那么从线要好于这个张继科 好球 这个经济主动性还不够 今天王朝表现有所不足 我一直在进步 9比6 我们纵观了这两位选手 以往的交手情况 那么在08年唱的第二局比赛 好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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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球他抢得很主动 你看 但是他的进攻 这种杀伤力主动性不够 今天他一改了 好球 在旋转和力量 在旋转和力量 四十二ий 现在丹丹的第二局打成没有平 好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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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发球的准确性 相似 比赛和事业杯的人员 1比7 王浩现在达到了两局的胜利 他能够控制 相持 而今天王浩他能发力的时候 绝对不放掉这个 出 出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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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球 正常的情况下要快很多 二十八力 好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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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的 好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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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的放开 好球 我一大手 一大手 一大手 发力 往后拉住 大发力 正手对拉 好球 在前三局 打成二比一 好 我们继续为你 带来双方第七局 在第一层第一跑 而张继柯呢 他也有这个爆发的时候 我们来关注一下 好的 这个白短 还是所有技术当中 最精细的一项技术 白短呢 不能轻 不能中 要强 好的 他的球正在释放 撞击球 往后测身 还有这球很准 七别 在二月份 阿联酋公开赛 上了马龙 王号与马龙 十比赫 现在呢 张继柯 明显 有一些这个 技术上的反弹 人已经 发挥出来了 我们看到这场比赛啊 到目前为止 双方的表现都很出色 战术 各自的想法 开始 才开始 追 跳起来 心情对大 往后跑的相当快 就是正手发球 比分的差距一大了之后 就不少再追了 到双料冠军的第三人 那就是G 在这个前三板 怎么样组织前几板能够有机会进攻 因为他毕竟是直开选手 前三板需要有特点 完全是和张继科 摆短高了 这个球呢 他看到球高了之后 他把手一下抬高了 这个球 好的 年轻选手一旦在场上爆发了之后 他同时有使不玩的劲 而且呢 每板球都能打出这种 你意想不到的一些高质量 要有更多的变化 来打乱对方 王浩是没有太多的办法去阻挡 在一个显得盲耗的球线的时候 开始有些 技术上比较单一 更多的是相辞 发球 发球 不太发球落点变化 正手的抢拉 上悬球抢抢拉 下悬球的抢拉 这个都需要 去运用 如果只是单一 就是行动反 对拉 8比3 张吉克拉起来 又是一个反手的爆冲 现在张吉克不管 发力 高球 王浩放 这样张吉克拿到赛点 5比3 王浩紧随其后 获得三次 男弹冠军 1比3 这样张吉克 又圆了一个梦 张吉克离他最终的梦想 大满贯的梦想越来越近了 我们也期待在明年的 伦敦奥运会上 张吉克还能够一如既往的 打进决赛 升级最后的冠军 那么观众朋友们 今天的这个男子世界杯的决赛呢 就为您介绍到这 非常感谢您的收看 是由杨颖为您解说的 观众朋友们再见